热滚上的油墨已经均匀以后 我们就要开始把油墨传上来 这样的话我们要到触摸屏上面看到 调到手动 然后把转印 把那个张墨 这个开一下 它就下来了 这样的话我们再按一下 云墨 它就动一下 我们再看一下 差不多断权左右 然后再把它传上来 然后开一下 手动转印轴 这样的话油墨就开始传进了 传个一分钟左右 一到两分钟以后 油墨应该就能传均匀 这样的话我们整个 添加油墨的过程 就完成了 那这个画面就开始了 再来 再来 再来